你好,欢迎收看4月29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迎接五一劳动节表彰县内坚守工作岗位 尽心尽力付出奉献的劳工朋友 花联县政府29号举行的五一劳动节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今年特别新增的五位外籍模范移工 还有身心障碍劳工或表扬 期盼可以展现花联多元族群与就业无障碍的友善职场环境 花联县政府社会处29日上午于花联芙荣大饭店 举行一一二年庆祝五一劳动节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与往年不同,今年首次办理模范移工选拔 共选出五位,包含两名家庭看护工 一名机构看护工及两名制造业移工 共继有102位优秀模范劳工荣获殊荣 随后由县长徐正伟亲自颁发奖状及新台币3000元奖金 今年的一个表扬特色是我们加入了移工组 就是有一起来花联为乡亲这块土地共同打拼的国际移工 那这个部分也得到雇主的一个肯定 然后能够加入我们的表扬 那再来就是有企业组、产业组 还有职业工会组、职业工会干部等 那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个角落打拼的劳工 都可以得到一个被看见并且被肯定的机会 所以希望我们花联的劳工朋友能够知道 也有人是在支持他的、社会在支持他的 尤其是花联县政府共同攜手来打拼这块土地 更需要劳工朋友、劳工伙伴 在基层的一个手拉手、心联心 能够来贡献出每一个人的心力 正向的来为这个土地 尤其是为自己来磨取各项的一个权益跟福利 来自越南的移工阿海 担任机构看护工作近11年 由雇主吉利推荐参加模范移工选拔 另一名印尼当选人阿联 照顾罕见疾病儿童 担任家庭看护工作已超过6年 另外像花联慈激医院 也有4位白衣天使 融获花联县模范劳工肯定 社会处表示 优秀劳工不分国籍 将持续推广办理模范劳工临选及表扬工作 表达对劳工朋友的肯定与感谢 记得蒋包远华理事报导